1976年唐山爆发地震 24万同胞惨死灾难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嚎啕大哭 这是身边人第一次看到主席如此悲伤 完全抑制不住情绪 但即使身体虚弱 情绪波动严重 毛主席还是批阅了文件 并持续关注这一次的灾情 那么唐山大地震 到底给我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国又是如何挺过这一次灾难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1976年7月28日 在一个所有人都睡得正香的午夜 一场可怕的灾难 席卷了唐山及其周边的城市 这是一场自新中国建国以来 最大的自然灾害 突如其来的地震 让正在熟睡的人们 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就已经命丧当场 在地震结束后 全国各地的地震预测局 都对地震的震级给出了划分 虽然因为国内当时技术水平的问题 对此次的地震等级评估并不算精确 但基本都是在7到8级左右 而国外的地震机构 也给出了8级左右的评级 这个等级的地震非常可怕 已经能够对方圆数百公里的地区 造成近乎毁灭的打击 并且这次地震甚至发生在半夜三点钟 即使有人被剧烈的地震咬醒 也鲜少有人能马上意识到问题并逃生 加上当年的房子 大都没有较好的抗震效果 又缺乏应对如此重大灾害的相关经验 最终导致了24万人死亡 16万人重伤的可怕结果 当时的地震中心离北京并不远 因此在北京也能够明显地感到震感 这样的情况下 北京自然市第一时间就已经接到了相关消息 中央立刻给出的抢险救灾的指示 无数人从周边禁发天津等地进行救灾工作 当时的毛主席已经83岁高龄 身体状态并不算好 当天晚上的时候 毛主席休养的房间也产生了剧烈的摇晃 护卫们立刻对毛主席进行了转移 以防主席遇到什么危险情况 当时主席已经吃过安眠药入睡良久 因此转移行动并没有将毛主席吵醒 等到毛主席醒来后才意识到已经换了地方 虽然他要求回到原本的办公室去 但因为担心后续还有余震影响 最终在大家的劝说下 毛主席才留了下来 到了第二天一早 唐山的具体情况已经被回报到了中央 开轮煤矿唐山矿的工会副主席李玉林 以及驻唐山的某飞行团政委刘忽然 以及施政委张仙人等人 此时已经来到了北京 虽然此前刘忽然已经通过飞机上的无线电 将大致的情况通报了北京 但等到他们来到北京 讲起唐山的情况时 现场所有人的都震惊了 整个唐山被夷为平地 40万人被压在城市的废墟之下 没人经历过如此惨痛 如此可怕的灾祸 当时中央还有相当多人 是从战争时期走过来的 就连他们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惊恶与恐惧 以及随之而来的悲痛 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眼泪 在极度悲伤的情绪下迅速出台方案 安排工作 并起草了相关的情况报告 而此时 另一边的毛主席 也正在等待着情况说明 那么毛主席看到这一次的灾害报告后 又有着怎样的反应 这一次的灾难到底有多么可怕 1976年唐山地震中 24万同胞惨死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 不禁嚎啕大哭 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一早 毛主席醒来后 就在焦急地等待报告 那么毛主席在收到报告之后 做出了哪些反应与指示呢 在中央的会议开完后 专门为毛主席起草的相关灾情报告 第一时间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上 报告里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李林玉等人的汇报情况 短短几百个字 却让毛主席心中压了一块大石头 毛主席在阅读报告的过程中 情绪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波动 等到看完整份报告后 他嚎啕大哭起来 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所有人都没有见过 这位坚强的一辈子的老人如此悲痛过 此时华国锋来为毛主席汇报地震的情况 毛主席对着华国锋说 我自己现在病中 这些事呢就由你去处理 华国锋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随后的救援工作中 每一份递上来的灾情报告 毛主席都要亲自过目和审批 他随时关注着当地的救灾情况 而在中央接到了灾情报告后 迅速出动了大量的救援人员前往唐山 7月28日当天 就有10万的抢险救灾人员开赴唐山 这场救援就是一场战争 一场与死神与自然较量的战争 而当时受灾害的 也不仅仅是唐山 还有天津乃至北京周边的地区 都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灾情 因此即使是10万的救援人员 撒到整个灾区当中去 也显得微不足道 尤其是因为道路和通讯的阻断 很多地方无法通行 别说大型机械 就连人都很难过去 因此救援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许多时候救援的过程 只能是依靠人力去做 战士们用肩膀推开巨大的建筑残渣 用双手从废墟里 逃出生命的希望 只要有微弱的呼救 战士们就会不顾一切地 想办法扒开废墟 而在城市里 说实在的 在灾难到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所有人都还是茫然无措的 所有人都被这突然起来的 可怕情况吓到了 从危难中勉强逃生的人们 甚至已经没有了恐惧的概念 大家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直到很多人意识到了 亲人已经不在身边 开始感受到自己身体上的疼痛 饥饿与寒冷时 大家才从空白中回过神来 开始自我营救 随着地震到来的瓢泼大雨 更是让劫后余生的人们 感到了无助与悲伤 因为地震在半夜三点发生 又是夏天 因此即使逃出来的人 也大都穿着简单的内衣 甚至赤身裸体 被大雨从头交到尾的人们 开始从废墟里 霸出还能穿的衣服 以及食品 在满目窗椅里 寻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等到救援队进入唐山市 所看到的 就是一副人间炼狱般的惨像 那这一次的救援 最终是如何进行的 这场灾难 对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976年 毛主席在得知 唐山地震的惨状后 悲痛不已 当场嚎啕大哭 而这场让整个唐山 都被以为平地的重大灾难 后续的救灾情况如何 国家又是如何 从这样的悲剧中走出来的呢 最大的第一次地震结束后 随之而来的是 震感依旧强烈且可怕的余震 大大小小的余震 让本来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城市 更加摇摇欲坠 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 中央除了进行物资的空投以外 还专门写了慰问殿 通过空投的方式 散发到民众的手中 灾难的当天中午11点许 救援队伍就已经进入了唐山市 并开始维持秩序与进行救援 一架架飞机从唐山市上空飞过 无数空投物资被抛了下来 还有飞机不断执行着 喷洒药剂的工作 以防止在炎热的夏天 造成大规模的瘟疫爆发 毛主席对于救灾的情况 一直非常关注 几乎每天都在等待 新的情况报告 地震结束后的第三天 毛泽东看着救灾的情况 与灾情汇报 看着那一行行 触目惊心的数字 毛主席再度流泪了 随后毛主席要求华国锋 立刻前往唐山 代替他安慰灾区民众 一定要保障好灾区人民的生活 8月4日 华国锋带着慰问团开赴唐山 并在唐山市与开栏集团屡家铺矿 进行了发言 华国锋的演讲 振奋了灾区人民 与抢险救灾人员的心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有了主心骨 看到了希望 大家不再对未来感到迷茫与恐慌 所有人都明白 国家会是他们的后盾 会为他们的未来做出保障 这一场救灾行动 堪称救灾史上的奇迹 巨大灾难下 我国反应迅速 以最快速度稳住了局面 还在炎热的8月份 控制住了疾病与瘟疫 灾难发生还没有一个月的时候 学校就已经恢复正常 随后还残存的 完整的工厂也陆续恢复了生产 商店也陆续开业 毛主席对于救灾的后续情况非常关注 他还亲自圈阅了8月18日 中共中央起早的 关于唐山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圈阅的 最后一份报告 虽然在救援的过程中 我们展现出了强大的行动力 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但这场灾难依然成为了 所有中国人心中难以掩盖的伤痕 根据后来的统计 唐山大地震造成了24万2769人死亡 16万4851人重伤 54万4千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54亿元之巨 无数人在这一次的灾难中 失去了亲人 朋友 当时第一个赶到北京的李林玉 等到三天之后才知道 自己的父母与大儿子都已经在这场灾难中离世了 这场灾难结束后不久 毛主席也因重病去世 在他去世之前 也依然关注着唐山的灾情 如今距离这一次大灾难 已经过去了47年 当年的废墟也已经不见了踪迹 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与意志 在废墟上重新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朵 而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 那段种植城城之下的惨痛过去 永远铭记在灾难中和强险救援中 丧生的每一个人 你不能把深入火 能保存在外向 iej识的漂亮